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对于一些女球迷而言,NBA吸引他们的重点,除了哪些精彩的比赛,球技精湛的巨星之外,一些球员帅气的颜值也是其中的一个关键。 就像帕森斯,不错的球技和帅气的长相,为他积累了巨大的人气,但是NBA中也不光有帅哥,自然也有一些丑男,而这些丑男中更有一些奇葩,他们不仅长得丑,而且特意打理的造型,让人不忍直视,不是不敢看,只是看完了之后眼睛疼。 这名球员名字叫斯科特波拉德,曾经是联盟中的一位板凳汉匪,还和詹姆斯做过队友,出入联盟时虽然长得不算帅气,但是还算正常,可是谁知道,在06年加盟起始之后,这造型就开始跑偏了。 看到他的这种造型,小编除了,感觉辣眼睛外,还有一种胡子和头发,是不是设计反了的错觉。 作为姚明的同界星秀,古灯大师,这个造型设计如何,这不知道他,是不是得罪了造型师,本身有着一脸落在乎的,标形大汉,非要弄只章鱼,放在嘴边下面,不仅辣眼睛,还给人一种,莫名其妙的喜感。 没有想到,联盟历史知名恶棍,斯普雷威尔,其实有着一颗,少女般的内心,如果没有的话,那他绝对是一个,中国神话人物哪吒的狂热爱好者,不然就是一个女儿奴,否则他的这个发型,就是故意做出来,恶心大众的。 小编看到,波神的这个造型,只想对波神说一句,别人这种长发,脏变的造型,散发的是一种不羁,你弄这个发型,却给人一种流浪汉,无钱打理的感觉。 当年丁丁身着,一身龙袍,出现在红毯之上,让媒体评价为,将野心穿在了身上,不过,和小佩顿相比,范丁丁的做法,就有些不入流浪,因为人家小佩顿,直接将野心,梳在了头发上。 而且小佩顿对于中国文化,还十分了解,就是小编想问一句,你就这么像荣登九五,不然怎么把头发,弄得跟皇帝的帽子一样。 如果这个发型,出现在一个美少女身上,绝对给人一种,萌萌哒的感觉,但是出现在一个,又黑又壮的NBA,球员身上,是一种什么感觉? 简直是,丑出了天际,不过为什么看着他,有点像贾琳呢?什么叫,一个发型毁所有? 问问海沃德,估计就会得到答案,看看这个造型的海沃德,不仅吵,而且吐,哪有现在NBA顶级帅哥的气质? 再来一个波拉德的,这造型,小编已经无力吐槽了,只能送上一个自嘲,作为曾经的联盟顶级蓝领,诺阿的长相,的确算不上吵, 但是诺阿,千万别笑,一笑的话,就会出现,上面的这种效果,简直是,丑出了一种境界,特别是,他那宽宽的牙缝,更是成为了,他丑中的,点睛之笔 如果说斯普雷威尔的哪吒头,还勉强能看的话,那他旁边的这位队友,就绝对堪称丑的吴宇伦比,已经达到了,贴在室内辟邪,贴在门口辟贼,贴在饭桌上,减肥的地步了 安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阿老板